1951年2月3日,在汉江南岸的惨烈阻击站,已经进行了9天了,50军接到剧院军总部命令,缩小防御区域,刘少亮分队恶守第一线防御要点, 军主力转移至第二线阵地内飞山,过川、鹰峰、谷主峰一线继续组织防御,以立在战,因为这个时候,东线我志愿军主力已接近集结完毕,即将对敌展开反击,此时,可以任五十军传口气了。 然而,在前线防御要点,白云山的四百四十七团二营,也就是孙德公营却接到命令,死守白云山,与阵地共存亡。 这命令啥意思,营长孙德公很清楚,看来全营都得做好牺牲准备了,这时他啥话都没说,只提了一个要求,能不能给我几箱手榴弹,可惜,施展金镇中既没兵也没谈,二营只能扣自己。 当晚,二营做了兼首富死动员,同志们,为了彻底打败美帝一新郎,现在祖国需要自己的儿子献出生命,这是我们全体只占人莫大的光荣,我们一定要却战至最后一人,绝不投降。 左,二营营找孙德公,右,教导员扬名次日,美军步兵第三时两个团在空,怕火力掩护下,一两个营的兵力向白云山阵地夹击,临续组织了七次攻击,军被击退,阵地窥然不动,五日再战,美军火力一次次倾斜在白云山上,只看到阵地上的人一个个倒下,最后只逾161人。 包括55名轻伤员和18名重伤员,但每30亿损失惨重,以努力,发起之前那样的大规模冲锋,只能以小部队反复攻击保持压力,二营得以在弹药几乎耗尽的情况下守住阵地。 当日晚,50军完成二线防御部署,二营接到团与命令,撤销员与阵地共存亡命令,改令二营撤住白云山归减,孙德功率部突出重围赶回报道,最后还剩88人。 白云山祖基战,447团坚守11天,特别是孙德功二营加强营六个连,更是在50军主力后撤之际,留在白云山坚持战斗,依然力保阵地不失去,必伤每301400余元。 虽然斩获不是最高,因之前的主观错误,也造成部队一些不必要的损失,但却为整个志愿军部队总结出名利前清后重,或利前重后薪的成功经验,成为志愿军今后防御作战的一条基本原则。 因此,447团,被授予白云山团重跃称号,正在志愿军团一级部队中,是唯一一个,都平回忆路程,坚守白云山祭大功的孙德功。 刚走下战场,就躺到地上,不省人事,务实军在准备不足,缺量少弹的情况下,于每25师,每3师展开11天的激战,应该说完成凭借自己的精神意志。 越战越有,经受住了铁与火的讨厌,作者简介,王正兴,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,曾在步兵分队,司令部,后勤部等单位任职,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,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。 其著作《这才是战争》,于2014年5月、6月,凤凰卫师开券8分钟,栏目分两期推荐,他的公众号名义为这才是战争,欢迎关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